美国纽约在当地时间29号突然发生暴雨 纽约州长已经宣布 纽约市和长岛等地进入紧急状态 受到热带风暴奥菲利亚余危影响 布鲁克林区在三个小时内就降下了超过一整个月的雨量 曼哈顿的下城区还有甘乃迪国际机场 积选也都超过了15公分 纽约市长就在记者会上警告 这场暴雨天气还没有结束 呼吁民众随时提高警觉